2023年废除强制死刑法案 在股会下议院三读通关后 上议院今天也通过了这项法案 面对废除死刑 是否会提高国内的严重犯罪率 法律及体制改革部副部长 兰卡巴辛表示 犯罪率跟刑罚没有直接关系 前首席大法官领导的委员会 已经证明 死刑完全没有起到威慑的作用 本身的主席大法官领导的 所以所有的犯罪 都不像是所想的 副部長指出 影響全國犯罪率的層面十分廣泛 包括國內經濟 社會發展和心理健康 要預防和控制犯罪率 需要加強執法力度 以及提升國人對刑事法律的意識 2023年廢除強制死刑法案 是在17名上議員辯論之後 以聲浪表決的方式通過 此外 上議院今天 還通過了2023年 檢討死刑及無期徒刑法案